随天子下江南的第三个月 裴静带回一位姑娘 她冰激欲骨 杨柳细腰 裴静不舍得将她安置在外头 执意要纳入府中 她腹中有我的骨肉 将来这孩子也会换你一生娘亲 我不哭不闹 留下一封和黎叔 悄悄离开 没想到在路上遇到了山贼 刀架在脖子上的那一刻 有一个人救了我 他摘下我发间的枯叶 脖唇青钩 你的命是我救的 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准死 我与裴静自幼便是青梅竹马 他家中世代行医 是阿爹口中的本分人家 到了裴静这一带 赶上好时候 他也够得上去宫里伺候了 急急那年 裴家一顶花轿把我接进了门 婚后生活虽没我想得那么顺遂 但日子到底也是过下来了 后来皇上要下江南 他医院那么多御医 皇帝偏偏点了裴静随行 这是天大的殊荣 我一位夫君感到欢喜 就连一向刁难我的婆母 连带着也有了几分好脸色 他逢人便说自己的肚皮蒸气 生出裴静这样出色的儿子 一晃眼 裴静随天子下江南 已经三个月了 我在街上买豆腐 恰好听到了御驾回篮的消息 宋娘子 你家官人今日回来 晚上定是少不了一番折腾 你倒是细心 买两块豆腐 回去炖鸡鱼汤 想好好给他补补力 说话的是城北的李寡妇 应长了一张妩媚脸蛋 人称豆腐西施 我被他一番浑化 勾得红了脸 这汤是婆母 昨日点名了要喝 没想到是歪打正着 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裴静 我心中有些雀跃 将豆腐放在篮子里 我笑着撑了他一眼 姐姐笑来嘴上不饶人 赶明儿开出两朵桃花来 一左翼又缠得动弹不得 才好堵住姐姐这张快嘴 李寡妇笑着朝我摆了白手 这话可说不得 我还念着我早逝的官人呢 咱们陛下最喜下江南 总能传出些风流运势 这一回也不例外 听说随行队伍里 有一位秋水明眸的家人呢 李寡妇笑得暧昧 我弯纯 同她交换了眼神 若真是位角色美人 我也喜欢 眼瞧着天边的日头更烈了些 我着急往回赶 不与姐姐说了 想必官人也该回来了 身后是李寡妇促暇的笑声 送娘子 记得带我问裴戴福安啊 我紧敢慢赶 不想还是晚了两步 裴静已经败过二老 此刻正站在堂中 我擦了擦额前的薄汉 欢欢喜喜地准备上前 裴郎 下一瞬 一道细细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动作 我抬眼 看到的便是一位身段玲珑有致的女子 你家后院风景甚好 她的声音宛如玉石撞击 轻烈动听 两三步就走到了裴静身边 轻易地揽住了她的手臂 我站在一边 呼吸重了些 夫君 这位姑娘是 听到我的声音 裴静这才转过身来看向我 几个月不见 她眼底没有小别后的欣喜 反倒是图 添了几分疏远 朝云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秦婉姑娘 我不渝 只是细细打量着她 秦婉笑着过来牵我的手 朝云姐姐 裴狼跟我提起过你呢 她说你是大家闺秀 最是有理 惊人一见 果然不凡 我扯了扯唇角 秦姑娘客气了 既然是客 府上自然会好好招待你 有什么短缺的进来跟我说 文言 秦婉弯唇笑得羞怯 仿佛是春日里的花孤朵 我一见姐姐便觉得格外亲切 自然不会同姐姐客气的 裴静把秦婉安排在了东乡房住下 这样一来 她离我们的主店只不过隔了个院子 我心中有些介意 却也明明说 傍晚 裴静去瞧了秦婉 来我房里的时候 我刚卸下差缓 我吩咐人打水 好亲自伺候她洗漱 刚碰到裴静脚上的长靴 她却忽然将我制止 你是主母 这种事怎好叫你来做 我有些错愕 下一秒 就听到她说 同陛下出游这几月 我已经习惯了秦姑娘伺候 提起秦婉 裴静的语气不自觉放柔 我抿了抿唇 站起身来 夫君的意思是 朝云 我已答应了她为妾 况且 她腹中已有了我的骨肉 不宜安置在外头 心跳忽然漏了一拍 肠指陷入了肉里 扎得我生疼 我缓了好半天 没有接话 裴静似乎感受到了我的情绪 她站起身来 拍了拍我的肩膀 语气稀松平常 我知晓你通情达理 一定能容得下她的 将来这孩子出生 她也会换你一生娘亲 同孝顺我一样孝顺你 明日 我便让婉婉正式过来拜会你 夜市茶 才算是名正言顺 说完这些 裴静就折回了秦婉的院子 我在原地站了许久 直到丫鬟过来提醒我 我才如梦出行 原来随行队伍里 那位秋水明眸的家人 指的就是秦婉 可笑的是 她桥上的不是皇上 而是我的夫君 次日 天还没亮 秦婉就已经在廊下站规矩 等着给我奉上一碗新茶 我因昨日夜不能寐 过而起床的时间晚了些 刚收拾好出门 外面就传来了一阵哭天腔地的声音 不好了不好了 秦姑娘给大娘子奉茶 不小心热晕过去了 我脚步一顿 转脚出了廊下 秦婉正一脸虚弱地趴在地上 冰激玉骨 我见油帘 我换了丫鬟过去扶她 有人却疯一般 从我身旁跃了过去 速度快到 差点把我的丫鬟春桃撞倒在地 裴静神色慌张 赶忙上去扶起了秦婉 婉婉 你没事吧 秦婉笑着摇了摇头 娇柔地攀上了裴静的脖子 裴郎 千万别怪姐姐呀 我挑了挑眉 耳边是春桃嘀嘀的咒骂声 狐狸精 静学些勾篮手段 这后宅里的弯弯绕绕 男人如何时的 听了秦婉这番话 裴静众眉看向我 眼神十分不悦 朝云 你怎可让一个有孕的女子 在廊下站这么久 文言 春桃委屈的替我打抱不平 是秦姑娘天不亮就过来了 说要给主母奉茶 奴婢提醒过她 主母还未起床 她偏赖在这里不肯走 裴静微微促起眉头 我同夫人说话 你一个丫鬟插什么嘴 来人 长嘴 我心动一沉 侧身站到了春桃前面 谁敢动春桃 就是存心于我过不去 空气煞时间安静了下来 裴静的眼神暗了暗 她冷哼了一声 抱起秦婉 就往东相房去了 临走时 我看到秦婉娇柔的 靠在裴静肩膀上 今日这茶没有奉承 我心中实在难安 裴静轻哄着她 语气更加联系 等你身子好了再说吧 晚晚你替我们裴家绵延厚似 哪怕是主母 伺候你都是应当的 你放心 有我在 谁也不能欺负了你 我站在原地 心却早已千疮百孔 裴静是在变住法的说我 进门多年 却未能替她生下一子伴侣 我同裴静成亲刚一年 婆母就要给她那妾 因为我的肚子迟迟没有动静 裴静自己就是个大夫 怎会不知晓我身体健康 只是我刚一进门 裴静就被委派去伺候宫里 一位有孕的妃嫔 她一忙起来 我们同房之事就越发顾不得了 婆母看上了他们本家的表小姐 想要把她收房 我不肯 婆母就说我善度 哭过闹过 最终都是无用的 最后还是让裴家的表妹进了门 裴静同我青梅竹马 到底有些情分 我知晓她只是将表妹 看作繁衍子嗣的工具 可我心下始终不舒服 与裴静之间也生了些嫌隙 她觉得我不能容忍 我一觉得她变了许多 后来 裴静不常来我的院子 我们越发相近如宾 却唯独没有爱意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递过 裴静的表妹也不是个有福的 进门才两年半 就缠绵病榻 拖不过三月 便孤零零地死在了院子里 婆母贤晦气 连丧事都没有给她办 还是我命人买了口棺材 将她抬了出去 现在想来 我和裴静五年夫妻 若没有我的多番隐忍 是断断走不到现在的 春桃过来扶我 语气很是心疼 原先姑也不这样的 再怎么不满 也还是和大娘子以礼相待 可自打遇到秦姑娘 她就好似被勾了魂 大娘子 您不恼姑夜吗 院子里的紫薇花开得正好 我笑了笑 语气更淡了些 我已经习惯了 秦婉的妾室茶 我到底是吃上了 她半蹲地朝我扶了扶身子 便自顾自地走到一边坐下 春桃看不惯她这般无礼的样子 想说两句 却被我拦住 秦婉如今才一个多月 并未显怀 太阳柳西腰 走起路来厄挪多姿 也难怪裴静将她放在了心肩上 秦婉摸了摸耳边的坠子 笑得娇俏 我知晓姐姐看我不顺眼 可如今 我怀上了裴家的子嗣 姐姐再不喜欢我 也要顾全大局 话落 她叹了口气 切身从小家境贫寒 比不得大娘子 从未受过什么风餐露宿之苦 我爹是个复兴人 自我八岁那年 他出去考取公命后 就再也没回来 我娘带着我南下寻亲 路上病得厉害 却没钱医治 在我最痛苦无助的时候 姐姐猜我遇到谁 秦婉闽纯倾笑 眼神中满是崇拜 是裴郎 他那时正随皇上出游 不仅给我娘瞧了病 还留了一定银子给我 我当时就想 这样的男子 定与我爹那样的复兴人不同 裴郎他是可以依靠一辈子的 我闽纯 端起一盏茶 我无心听他与裴静是如何相知相许的 世间真心易得 可真心瞬息万变 或许连裴静自己都忘了 当日他上门求娶我时 是如何跪在我阿爹面前发誓 说要一辈子对我好的 如今 这誓言不也随风散了 突然若计较太多 到头来终究是自苦 起碗侧头看向我 眨眨眼睛笑笑 可是我娘的病脱得太久 终究还是走了 裴郎看我孤苦无依 便让我跟着他 他说若早遇见我 我们便可一生一世一双人 他还说 他与你早就没有了情分 如今只不过是勉强度日 下手的女人笑得挑衅 仿佛这样说便能刺痛我 让我难受 我蛮唇笑了笑 起身走过去 挑起了秦婉的下巴 他脸色变了变 有些惊惧 裴郎线下正在家中 姐姐难不成想对我动手 我嘴角勾起一抹深意 秦婉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如今正是不我当日的后尘 你若真是个聪明的 就该找个地方把孩子生下来 徐一门生计安稳度日 也好过把自己的下半身作为赌注 压在裴静身上 可别到头来 竹篮打水一场空 落得跟你娘一样的下场 当晚 秦婉回到东厢房就开始发作了 他摔碟子摔完 哭闹不休 嘴里一直嚷嚷着 说我咒他 还咒他腹中的孩子 蠢货 我揉着眉心 已经遇见到了他将来的下场 卡点 秦婉在运中 性子变得越发矫情 裴静为了安抚他 每每进了他房里 大半日都不肯再出来 平日在家中见到 裴静更是一个眼神 都没分给我 这倒成全了我 在一个很平常的夜晚 我留下了一封和黎叔 便从裴家的后门悄悄离开 春桃知晓 我已经下定决心 一定要随我一道走 也好 总好过留在这后宅 撮没至死 我找了一家客栈 暂时落脚 春桃提议去扬州 我爹娘虽过世 扬州也好歹有我的亲人在 再不济 也能在扬州做点小生意 安稳度过余生 第二日 我便收拾东西 和春桃一起启程往扬州去 马车行驶在颠簸的山道上 刚一出城 我们便在京郊 遇到了一伙山贼 为首的是一个年约三十上下的大胡子 她那便不清是什么形状的脸上 长满黑毛 还有一道刀疤 两只白眼人直溜溜地盯着 我与春桃 射出一股胸光 春桃怕得抖 蜷缩了与我抱在一起 今儿倒是运到好 碰到两个这么正的妞 正好 我这里还缺个压寨夫人 贼手笑得一脸银鞋 满口黄牙 看得人继续作呕 下一秒 一双粗利的手伸过来 摸了摸我的脸蛋 特别是这个 看一眼就够我浴火焚身的了 我浑身汗毛倒数 皱眉瞪了她一眼 你敢碰我 哟 还是个性子裂的 我喜欢 周遭约目时来的人 这伙贼人笑容扭曲而诡异 我强迫自己平静下来 贼手兴致盎然地蹲下身子与我对视 眼睛里蹦射出金光 既然你这么裂 我倒要好好尝尝你的滋味 还没反应过来 我就被她一把扛在了肩上 放开我家小姐 春桃拼了命地要上来护我 却被另外一个贼人制住 还捆上双手 我怕急了 在贼手肩膀上控制不住地乱蹬双腿 下一瞬 却集中生智 头发上的簪子 在这一刻派上用场 随着一声淒厉的哀嚎 贼手的脖子被银簪狠狠刺破 我整个人被摔到了地上 撞得我头晕眼花 小贱人 竟然跟我玩音的 贼手又气又痛 自身后狠狠拽住了我的头发 刀架在我脖子上那一刻 我绝望地闭上了眼 耳边是春桃淒厉的哭叫声 还有弓箭声 箭矢划破皮肉 我脖子上的刀也硬声掉落 耳边是一道粗哑的男声 将军 是一伙毛贼 我错愕地睁开眼 只见一男子骑在高头大马上 眉眼修长舒朗 俊美无皮 身后还跟着一队人马 看起来非复极贵 他翻身下马 伸出手时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 男子神色稍缓 轻身将我发尖的枯叶摘了下来 方才我乔姑娘有自弃之意 你的命是我救的 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准死 日光澄澈 林夜轻摇 我坐在梁亭边给池子里的鱼卫时 春桃端着鱼耳 兴致勃勃地 让我看不远处嘴对嘴的那两只 自那日我被人救下之后 连这几日都没再见过那人 住在他府里 我多少也听了一些消息 此人名叫顾应怀 是皇上遇前的威北将军 他与皇上关系亲厚 自小便玩在一处 此次是奉命去影州办事 只是我一女子 实在不便在他府中掏牢这么久 宋姑娘 将军今日得空 他想见见你 面前是一位面容轻利的小丫鬟 看着也不过十六七岁的样子 我点了点头 恰好 我也正想见他 穿过美如画一般的假衫与长廊 我到了顾应怀的院子里 他正在席字 空气中漂浮着一股墨香味 莫名让人觉得舒心 我走上前去见礼 顾应怀停下手中的毛笔 黑毛落在我身上 宋姑娘这几日在府上可还住得惯 一切都好 多谢将军照拂 我敏纯 淡淡地开口 如今我身子健好 不便在府中久留 我是来请辞的 顾应怀眉心动了动 他气质沉稳 喜怒也不形于色 那日我在山道上遇见宋姑娘 你原本是打算要出城 我想去扬州寻亲 扬州 顾应怀挑了挑眉 我从影州而来 路过各个州郡 姑娘有所不知 现在外面流寇横行 你又手无腹肌之力 让我如何安心放你前去呢 是了 这几日经中都在盛传 外面乱得很 那日我遇到的 多半是小谷流寇 还未成形 若在落网 不知还能否有这样好的运气 见我有些愁愁 顾应怀两步走到我面前 我虽在城南 可城北的天气 并非全然不知 听闻 裴大夫这两日 一直在着急地找宋姑娘 是否要我找人给她报个信 我愣了愣 你没看着顾应怀 所以 我的底细他已经知道了 将军调查我 男人笑了笑 端定是气定神险 宋姑娘不必紧张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你的心意 那等复兴之人 既已有了妾室 想必姑娘不愿意再回去 委屈求全的过日子 既如此 你何不考虑考虑我 顾应怀这番话 实在是来得太突然 我拒绝了 自然 去扬州的想法 也被我打消了 我和春桃商量着 想在城南这边 开一家不大不小的酒楼 以此谋生 总好过一副旁人 算上我身上那些同面首饰 还差一半的本钱 当晚 这钱便被送进了我的厢房 能这么慷慨的 除了顾应怀我想不到别人 我虽拒绝了他 他也没脑 你不必有负担 这钱就算是我借你的 等你的酒楼挣钱了 再还我也不迟 顾应怀如是说道 他这话让我无从拒绝 无端让我心中泛起一阵涟漪 将军已经帮我很多了 顾应怀看我的眼神深了深 其实那日我还有话没说完 我是个粗人 只懂行军打仗 不懂得说什么好听的话 我只承诺你 若你嫁给我 我此生绝不纳妾 你想做的事 我都会支持你 不让你枯萎在这后宅之中 心跳忽然漏了一拍 顾应怀双手赋于身后 不论你日后会不会嫁给我 这承诺都有效 我看着他的背影出了神 春桃打水进来 笑得一脸醋暇 我看顾将军八成是动了真心 姑娘这般好容貌 他瞧上姑娘也是正常的 我吸了吸鼻子 杨纯苦笑 杨长说 妇人容色最为重要 可以色是他人 能得几十好 兴许将军看重的 也只不过 是我比旁人稍好些的容貌罢了 文言 姑娘奴婢不是这个意思 我安抚的朝他笑了笑 不早了 快些休息吧 有了顾应怀的帮衬 酒楼很快开了起来 酒楼后面有一间大院子 助我和春桃市绰绰有余 从将军府搬出来 顾应怀倒是难得的沉默了 若遇上困难 只管来找我 我点了点头 临走时 我给他做了一桌子好菜 顾应怀口味挑剔 说起来也是机缘巧合 那日我借用了将军府的厨房 炖了锅粥时 恰好被顾应怀撞见 我便分了他一碗 他吃得津津有味 不自觉地又向我要了一份 自我母亲去世后 再也没吃过这么好的饭了 我后来才知道 顾应怀的母亲是扬州人 兴许吃到我做的饭 就有了一种家乡的味道 酒楼离顾应怀的将军府不远 不过是隔了一条街 开业半年 店里已经开始盈利了 这得益于我找了个好厨子 京中人口味偏重 我后厨中的大师傅 恰好是川侠人 东安子鸡 黄焖鱼翅爆炒凤蛇 都是他的拿手好菜 一到饭点 那味道馋得整条街的人都闻得到 若是常来 还能吃到老板娘亲自做个笋丝摇助羹 也不知老板是谁 当真是好福气啊 众人口耳相传 我这里每日都是高朋满座 这半年里 顾应怀没少来关照我的生意 我知道 他暗中打点了不少 若不是他 裴静早已打听到了我的去处 只怕我便没有如今这安静日子了 春桃有些管账的本事 我倒也乐得清闲 午后 我带了一包银子往将军府走去 这里面除了当日顾应怀借我的 还有些利钱 我总归是欠他的 若能补偿万一 我心里终究会好受洗 只是穿过前厅 院子里倒是安静得很 空气中似乎有一股淡淡的药香 我敲了敲门 却无人应答 我心中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仓皇推开门去 只见顾应怀躺在榻上 他额头有一层薄汗 双唇也格外苍白 看样子是病了 耳边传来轻缓的脚步声 我抬眼 只见一个小丫鬟 端着要晚进来 因在这里住过几日 丫鬟们对我都有些印象 见过宋姑娘 将军这是怎么了 这 丫鬟有些为难 姑娘来往市集 难道没有耳闻吗 前几日朝阳公主 求陛下赐婚 要的是将军 姑娘也知道将军的脾气 不愿娶的人 就算是刀架在脖子上 也不肯娶 朝阳公主觉得受到了羞辱 便拿将军出气 让将军在御花园 跪了整整三日 三日 我瞳孔狠狠一阵 这几日惊中气候寒凉 连着下了好几日的暴雨 他便是这样挨过来的 说着说着 丫鬟的声音渐渐有了哭腔 陛下虽爱惜将军 却也不得不顾着朝阳公主的脸面 让他撒个气才好 只是将军前些日子朝政繁忙 日夜劳心劳力 再经过这一番折腾 铁打的身子也是受不住的 我常呼出一口气 心下有些难受 怎么没人来告诉我一声 闻言 丫鬟有些错愕 将军从不愿麻烦别人的 许是怕姑娘忧心 我叹了口气 从他手中端过药碗 我来吧 踏上 顾应怀睡得很不安稳 似乎做了什么很不好的梦 一直在说梦话 朝云 手中的汤匙 对我握得更紧了些 丫鬟红着眼捂了捂唇 将军在病中 还叫的是姑娘的名字呢 这话说得我有些不好意思 许是你听错了也未可知 话落 耳边再度响起了一语声 朝云 我不会去旁人的 声音更清晰了些 当真是稍糊涂了 有瞧过大夫吗 瞧了 大夫说将军心有千千节 欲节难消 并会好得慢一些 我摆了白手 是一丫鬟出去 顾应怀的寝殿 只剩下我与他二人 我将要吹凉了些 一口一口往他嘴里喂 睡着之后的他 整个人平添了几分乖巧 与平日里 那个气宇轩昂的 威北将军判若两人 不知过了多久 顾应怀缓缓睁开了眼 见到坐在床边的我 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他们还是惊动你了 府里的下人好声多嘴 我早已吩咐了不许外传的 可嗨嗨 一动气 顾应怀咳得更厉害了些 我扶他坐起身 顺势给他顺着后背 不怪他们 是我自己过来的 酒楼盈利了 我来还你当日借给我的银子 文言 顾应怀的眼神 落在桌边那包银子上 他眼底的欣喜 逐渐转为了苦涩 下一秒 顾应怀自嘲一笑 似乎比我借你识多了不少 顾应怀呼吸明显重了些 他眼眶心红 低沉的嗓音中压抑着怒气 所以 你此番来 是要与我划清界线的吗 宋昭云 你就这么想与我批清干系 我想说点什么 下一秒 一股大力将我扯进了怀里 天旋地转之间 我被压上了床榻 顾应怀带着要香的稳落了下来 稳得又急又气 我被动地承受着 没有挣扎 直到唇齿间有铁锈为蔓延 顾应怀才疼惜地放开我 他失态地偏过头 语气更冷了些 你走吧 我伸出手想触摸他的脸 却被他一手挡掉 顾家人最不需要的 就是童忧情和怜悯 我知道 我自然是知道的 顾应怀能有今日的成就 都是沙场上一刀一枪 驳出来的公民 他与他父亲像极了 可以流血受伤 却唯独不能接受 心上人的怜悯 两久 我坐起身 一颗一颗解开了 如裙上的扣子 顾应怀错愕地看着我 你做什么 阿怀 我们成亲吧 我轻轻地笑着 仿佛在说 今日的天气真好 顾应怀唇脚颤了颤 他眼底酝酿着 我看不懂的风暴 我说过 我宁可你一辈子爱不上我 也不愿你骗我 在我反悔前 你还有机会把衣裳穿好 走出去 我没说话 只是亲了他一口 男人的脸色 变得有些不自然 像是吃醉了酒一般 染上了可疑的红韵 仗围落下的那一刻 顾应怀主动稳了上来 热烈又急切 我被他纳入怀中 迷乱中 只听到他哑声唤我 昭云 你刚刚叫我什么 再叫一遍 阿怀 嗯 清点 顾将军要澄清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整个京都 当日 裴静便出现在了酒楼 从城北到这里 快马也须一两个时辰 裴静风尘仆仆赶来 见到我的那一刻 他眼神中闪过欣喜 昭云 这半年我从未停止过寻你 原来你一直在京城 他想上前牵我 却见我后退了两步 裴静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 你如今当真与我身份至此 我笑了笑 我如今是代价之身 自然不便与别的男子亲近 裴静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你是我的妻 怎能与他人定亲 裴大夫好记性 只是你家人在怀 再过两月孩也要落地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怎还记得我一个被厌弃之人呢 我神色淡淡 提及过往 仿佛是在说别人的事 昭云 我知道这段时日你受了委屈 裴静叹了口气 语气也放缓了些 当日我带秦婉回来 也是不得已 他与我已有了夫妻之时 你又多年无所出 你心中必然知道 我是多盼着这个孩子的 那时我并未想那么多 验着他有孕 身子难免交贵血 可我从未想过 要与你合理呀 我与你青梅竹马 始终有多年的情分在 你怎忍心气我于不顾 我轻痴了一声 只觉得可笑 从前我只知道 裴大夫有一双妙手 不想半年不见 你口齿静也便利索了 也学会了颠倒黑白 是非不分 我抿了抿唇 先气我于不顾的 难道不是裴大夫你吗 话落 裴静有些急了 昭云 你一口一个裴大夫 叫得我好生心疼 当年表妹入府 你心中虽不快 却也善待表妹多年 我便知晓 你不是那种 心狠手辣的妇人 心中自然觉得 当日你能容得下表妹 如今也能容得下秦姑娘 没承想你是个有傲气的 扔下一封和黎叔 便潇洒离开 倒叫我日夜不安 茶饭不思 如今我来接你回去 你再怎么气也罢 总要给我一个 补偿你的机会啊 仔细回想 我与裴静做夫妻的时光 谁不想一生一世一双人呢 即便秦婉一个妾室 也曾抱着这种幻想 可幻想也只能是幻想 自表妹入府为妾的那一日 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是到了女子不值钱 被男子娶进后宅 繁衍子寺 然后向父教子 从来如此 仿佛这便是天经地义的事 若一个女子无所出 夫君便可一指修书 将她扫地出门 断了昔日恩义 女子往往沉溺在伤痛中 无法自拔 男子转头却可以一顶花轿 抬别的女子进门 另结良缘 可女子亦是人 不是给男子繁衣后代的工具 我想要的 只是比旁人多 那么一点点的尊重而已 没想到 最后给我尊重的 不是青梅竹马的裴静 而是一个才认识我半载的人 如何不让我寒心呢 我看着裴静 笑容淡淡 你可曾切身体会过 亲眼看着自己的夫君 和另一个女子恩爱缠绵 文言 裴静的脸色白了白 那种滋味 比上刀山下火海还难熬 也曾叫我夜夜叹息落泪 正因如此 两情相悦才更显得可贵 在我一心一意待你之时 你弃之如草芥 如今我成全你了 你到来求我的真心了 裴静 你真贱啊 那日过后 我以为裴静会夹着尾巴回去 不成想 他竟找了个客栈住下 仿佛我不与他走 他就不罢休 春桃气得要命 每每裴静站在门外看我 他便一盆水泼到他脚边 不来吃饭的话 就让一让 别打扰我们做生意 我只当他是透明人 顾应怀来接我 说只剩封官侠佩 还未定下 要与我丈量尺寸 才知吉福 结果裴静疯了一样 跑到将军府闹市 被守门的小丝打个半死 我与顾应怀出去时 看到他倒在门前嗷嗷吐血 朝云 你不能嫁给他 顾应怀握紧拳头 神色冷得像快兵 抬走吧 别叫他死在门口了 按他以往的脾气 总要上去把裴静揍一顿才好 如今这人只有静气没有出气 顾应怀鄙夷的看了一眼 这种不抗揍的废物 竟还肖想着他的未婚妻 可笑 顾应怀摆了白手 有人马上过去抬裴静 他不想走 挣扎之中晕了过去 将军府马上要办喜事 顾应怀自然是顾不得他 找了顶轿子 直接把他送回了裴家 越临近大婚 顾应怀越是紧张 似乎生怕我反悔 每日里总要缠着我才放心 这一日 我与顾应怀正在用晚膳 有丫鬟慌慌张张的进来禀报 说朝阳公主过来了 我心头无端易紧 下一秒 顾应怀的大手将我包住 他神色未动 气令神贤的样子 这时令我心头松快了些 暖阁里 朝阳公主懒散的坐在一边烤火 见我和顾应怀一起进来 他眼神动了动 顾将军 你当日拒绝做我的驸马 就是为了他 话落 他站起身来打量我 那眼神莫名让我有些不自在 两久 朝阳公主忽然倾笑了一声 也不是什么角色佳人啊 顾应怀握紧我的手 在我看来 她是世间最好的女子 朝阳公主半眯着眼睛 看不出她此刻在想些什么 须于 有丫鬟进门奉茶 朝阳公主端起茶盏喝了一口 眼神闪过一丝惊艳 那日皇兄问我 天下好男儿那么多 为什么偏要顾将军不可 我笑着说 我最喜欢吃顾将军府里的茶 公主沉浸在回忆中 笑容都变得柔和了些 见我神色紧张 她呼得笑了笑 宋姑娘是怕我来抢你的夫君吧 她怜起笑容 其实那日被顾将军拒绝 我又气又恼 这天下还没有男子可以拒绝我的 皇兄说我过于刁蛮 可当顾将军跪在御花园中淋雨 我心里却不是滋味 后又听说你回来变病了 我心中的那股气早已经没有了 我眼神动了动 公主性子虽直 倒也是个性情中人 顾应怀抬眸看着公主 神色平静无波澜 陈抗旨不遵 是该受罚的 好了 我今日来又不是找你算账的 朝阳公主扁了扁唇 我求了皇兄 想来瞧一眼你的未婚妻 线下看到了 我心中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顾将军 皇兄说这是你多年夙愿 我应当恭喜你才是啊 朝阳公主脚狭的眨眨眼 我心中一动 多年夙愿是什么意思 抬眼看向顾应怀 只见他神色淡淡 罢了 是我多心了吧 我与顾应怀大婚那天 十里红妆 出格之时 我在人群中看到了裴静 他沧桑了许多 挤在众人之间 眼神都变得没有焦距了 和我对上眼 他眼眶红了红 似乎用嘴型跟我说了句 对不起 我神色如常 没给他什么回应 我不需要这句对不起 他也应该明白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顾应怀穿着一身大红色的喜服 笑着回头看朝云做的那顶轿子 当年那个小女孩终于成为了他的妻 记忆回到了八岁那年 母亲带着顾应怀回扬州老家 他手中一只糖油饼 被路过的流浪汉抢走 第一次见到这种阵仗 吓得他哇大哭 路过一个小女孩 正正地看着他 下一秒 他忽然把手里那份枣泥酥给了他 这是我阿娘给我买的糕 给你一块 快别哭了 省得你家大人担心 顾应怀止住哭声 半信半疑地尝了一口 真甜 和他的人一样 不远处有个妇人在换他 朝云 别跑得那么远 朝云 真是个好听的名字 顾应怀想 扬州是个好地方 以后还要来 再次见到他 是在15岁那年 他还在扬州 身旁却跟了一个年轻人 他们仿佛很相熟 他听见朝云亲密地换他 裴大哥 那是顾应怀第一次知道 原来极度是这种滋味 他也想跟他相熟 也想肆无忌惮地和他说话 那是边疆动乱 他随着父亲出征 几年后回到京城 他派去查探的人告诉他 朝云早已嫁作人妇 他的夫君在太医院伺候 所以举家搬迁到了京城 他悄悄地去城北 看过他好几次 他的夫君 就是他口中那位裴大哥 可他似乎过得并不开心 这些年 任凭皇上要为他赐婚 哪怕他已经嫁作人妇 他还是不想胡伦找个人过日子 直到那日在山贼手中救下他 顾应怀明白 这是老天给他的机会 上苍终于成全了他一片痴心 只是他的这一份痴心 朝云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 他最不喜欢欠别人 若他知道 只怕要哭坏了身子 顾应怀只愿他往后的日子 可以平安顺遂 别无所求 成婚第二个月 我便诊出了喜脉 顾应怀高兴得不得了 高兴过后又是心疼 你如今有了身子 酒楼的事情就交给春桃打理吧 我看着顾应怀小心翼翼的样子 不由得好笑 哦对了 听说秦婉被裴静赶出了家门 春桃每日里在酒楼来来往往 听得了些消息 原来秦婉腹中孩子不是裴静的 在遇到裴静之前 秦婉曾跟过一个穷举子 后来那人娶了正妻 便弃秦婉于不顾 他狐媚功夫了得 几次三番勾搭裴静 自然也将腹中子赖在了裴静身上 生下孩子之后 裴静对秦婉冷淡了许多 大抵是因为裴静还对我念念不忘 让他们之间生了嫌隙 秦婉静耐不住 与下人思通 对裴静抓了个正主 才牵扯出这一连串的事 裴静知道自己给别人当了便宜爹 自是气不打一处来 当即把秦婉和孽障一起赶出了门 我听了也没什么反应 只是裴静疯了 他多年来没落的一个孩子 心中早有怀疑 他给自己枕脉 才发现他没有生育能力 春桃笑的眼睛都开了花 原来根源竟在裴静身上 真是自作孽 不可活 我笑了笑 站在院子里看春日桃花 熬了一个冬 他们倒是盛放的热烈 好一个人间四月方飞进 身旁 顾应怀给我加了件衣裳 早晚还有些凉 注意身子 我笑着靠在他肩上 我想做一梦桃花酒埋在树下 明年起初奈何 夫君以为如何 顾应怀笑着妈撒我的头发 夫人好兴致 为福自当如愿 全闻完